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永不坠落的小鸟 游戏中的人工智能客人学习 我是老师 塞文 上一期课我们讲到了Flappy Bird的数学建模过程 那么这节课我们讲讲Flappy Bird的代码编写 另外我们还要先回顾一下 Flappy Bird数学建模的一些简单的知识 Flappy Bird数学建模 上节课我们详细讲解了 坐标原点的选取 利用相对运动的原理 Q矩阵的这个形态 以及鸟的这些状态等等 我们这些问题都已经详细讨论过了 希望大家 如果你有所遗忘的话 可以再去回顾一下 更新公式方面 在前面例子的讲解中 那些简单迷宫例子 我们用的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更新公式 我们忽略了一些不重要的一些项 那么在实战过程中 我们选用这个 更加复杂的这个公式 它会使我们的模型更加完美 另外一点 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 是这个更新时间 我们在使用迷宫那个例子的时候 这个更新时间问题 它是不存在的 因为整个迷宫的结构非常简单 下一个状态 执行什么动作 能达到下一个状态 也是非常明确 但是在Flappy Bird的这个游戏中 下一个状态往往是未知的 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 鸟下一个状态要到达哪里 而是游戏给我们这个反馈 结果要到下一个状态 我们才能够得知 这个鸟是存活的 还是死亡的 这就需要游戏引擎 把这个结果返回给我们 而我们不能预先的获取到 所以呢我们这里引入一个 延迟更新的策略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保存上一时刻的 这么一个坐标 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正常的更新过程 我们从前面的迷宫总结一下 第一步从当前状态S 选择要执行的行为A 第二步达到下一状态S 我们找出相应的奖励 可以通过这个查询奖励 就是R得到这个R小R 第三步利用公式更新QSA 第四步令当前状态S 等于S片 那么我们如果引入延迟更新之后 这个过程变成了这样 首先第一步到达下一状态 这个S片找出相应的奖励 第二步利用公式更新QSA 第三步令当前状态S 等于S片 那么最后一步是 从当前状态S选择要执行的行为A 那么其实这个延迟更新的过程 就是把第一步挪到了最后一步 因为本身这个 Flappy Bird的这个 这个游戏运行更新的这个过程 它其实就是一个循环执行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由于它有这么一个延迟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把第一步要执行的这个 从当前的状态A到达我们要执行的行为A 这个过程移到最后面就可以了 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代码编写中 还会继续提到 那么下面就是Flappy Bird的这个代码编写的 一个环境准备的这个部分 环境搭建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Flappy Bird的这个工程 这个项目 我们不需要复杂的一些IDE 浏览器is enough 我们只用浏览器这么一个工具就够了 如果说其他的还要有的话 那么你只要需要一个编辑器就够了 如果我们选用的浏览器是Firefox的话 我们不需要配置太多 你装最新买的这个Firefox 火候浏览器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我们要使用Chrome浏览器呢 这个谷歌的浏览器 我们还需要对这个东西做一些改动 我们要配置一个启动参数 那就是下面这个 allow file assess from files 这么一个启动参数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用的是Mac系统的话 我们打开终端 就是terminal 然后输入open 后面这一传命令 那么这样子打开Chrome之后 就可以正常调试和编写我们的程序 那么在Windows下 如果你要使用Chrome浏览器 怎么加上这个配置参数呢 这个启动参数 我们在桌面上会有一个Chrome的这个快捷方式 我们右键点开它 然后在这个目标的这个位置 后面加上这一串启动参数即可 这个时候你再双击这个快捷方式 打开的这个Chrome 也可以正常调试和运行我们的程序 那么我们所使用的编程语言 当然使用浏览器的话 我们的编程语言就是JavaScript 那么JavaScript的语言这个基础 我们这里就不重点讨论了 这一点如果大家 这是有所欠缺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Mate学院上的其他课程 比如说JavaScript的初步 JavaScript进阶等等 那么整个Flappy Bird的这个基本的框架 它所使用的游戏引擎叫Omega500 这样一个游戏引擎 专门用来设计一些2D的游戏 非常方便 那么这个Flappy Bird的 它这个代码改变自WafetyMan 并不是说这个Flappy Bird的这个游戏 它是比较早开发出来的 在安卓平台上和IOS平台上 最先出现是在IOS平台上 那么后来有人把它移植到那个 这个Omega500上面 那么有人最初写了一个WafetyMan 这么一个脚本 这么一个应用APP 大概就这样子 可以看到和Flappy Bird的这个非常相似 那么后来有人又把这个 这么一个WafetyMan 又改回了这个Flappy Bird的 我指的是在网页上的这个Flappy Bird的游戏 那么因为在网页上的话 我们用JavaSuite对这个 小鸟进行操作比较方便 我们可以更把我们的这个目光 专注于算法本身 因为如果说我们选用IOS平台 或者安卓平台的话 可能底层那些如何注入一个进程等等 这些细节可能会比较难 但是在浏览器里面 有这么样一个非常好的引擎 可以非常方便我们的 去对它进行修改 能够实现一个非常好的 Flappy Bird的AI 那么讲完了这个 我们所需要的浏览器 以及一些基本情况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游戏中的一些细节 如果这块不了解的话 在后面看一些代码的过程中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惑 那么就是这样是第一个问题 小鸟是如何往前飞的 大家在玩这个Flappy Bird游戏的过程中 这个点下这个屏幕 这个鸟就往前跳下 但是同时这个鸟 也是在往前这么一个飞行的过程 那么我们既要考虑它往上弹跳 又要考虑它往前运动 这么一个过程 它是涉及到物理上的一个 有点类似于泡物线一样 虽然说这个计算起来并不复杂 但是对于一个简单的游戏来说 计算这样的一个东西 效率上会有所影响 那么在这个游戏中 它是如何实践的呢 同样是利用这个相对运动的原理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小鸟在跳 和它这个背景 它是一个相对运动的原理 比如说我们在一列火车上 你看到另外一辆列车开动了 你可能就感觉自己在动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这个Flappy Bird中 它设计的有这么一个非常巧妙的思想 小鸟只在原地弹跳 那么它在原地弹跳的话 我们就只用考虑它这个 上下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前后这个运动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考虑 实际上是水管和后面的背景 在反方向的运动 所以我们看起来就像 这个小鸟在向前飞行一样 这是一个细节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 Flappy Bird中这个游戏时间 我们不以这个系统时间 作为游戏时间 事实上任何一款游戏都不会把这个系统时间 来作为这个自己的游戏的这个参考时间 那么我们以Tick作为一个最小的时钟周期 最小的时间单位 就类似于我们系统时间 或者现实时间中的一秒一样 那么在游戏中 每一个Tick结束之后 我们判断小鸟的位置 以及它的存活状态 等等等等 那么整个代码结构呢 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带大家大家看 其实主要设计的就是一些 简单的一些JS文件 Bird点JS 里面有个非常 比较重要的还是就是一个performJump 就是我们只要操控这个performJump 这个函数小鸟就会往上弹跳一次 无论是我们用手点击 或者说代码去摸你的人 去点击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JS文件是Pad 这个中间定义了这个水管的方向 因为那个小鸟通过的每一个水管 它其实包含两个水管 一个方向朝上 一个方向朝下 这里定义了这个水管的高度 宽度 以及这个它的朝向 等等等等 那么另外两个这个JS文件 一个是MainScreen.js 这里面就定义了Tick这么一个函数 我们所有的一些编写的代码 和进行的操作 大部分都在这个Tick函数里面 另外一个是TitleScreen.js 那么讲完这些代码结构之后 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始这个代码编写的工作了 这块东西但是也非常重要 大家把这块熟悉一下 我们更好的进入代码编写部分 好 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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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